好了,今天的台務就是講回不知為何 7月2日的收入無緣無故不知甚麼原因 突然之間偏低得非常之離譜 不知甚麼原因 所以這裡就是要做一次呼籲大家 或者可以更加積極去按廣告彈、廣告視窗 以及播出了有聲廣告片 看看會不會有好轉 先去到7月2日的那條片 再次按廣告 以及播出有聲廣告片 看看會不會有好轉 先謝謝各位 這裡就要講回今天要講的事情 熱刺的轉會 自從2018年1月31日 熱刺簽了盧卡斯摩拉之後 熱刺的球迷就苦等了517日 才終於可以再見到球隊有新的面孔 下一季終於有新球員可以替熱刺上陣 這個就是價值6500萬英鎊的尼當比利 這裡就恭喜熱刺球迷 對啦 那幾天之前 熱刺的教練普薩天奴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坦誠說過 只有熱刺主席列為才有轉會的最終話事權 在曼城和利物浦那裡 哥迪奧拉和高普是可以買自己想買的人 但是在熱刺、阿仙奴以及車路士的話 那個轉會的主席的主席就牢牢掌握在主席手上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想解釋 為什麼曼城和利物浦近年會有好成績 但是我想當時熱刺球迷聽到普薩天奴所說的這一句 或者會擔心就是普薩天奴會不會在這裡 向這個主席列為示威 去反對主席出意反意 突然之間不拿錢出來買人 如果是這樣就大劑了 不過很快在這段訪問的之中 很快普薩天奴也都立即補回票 就是說熱刺其實都很快在轉會市場上有所作為 原來普薩天奴的另外一個意思 是想稱讚主席 終於都是為熱刺收購到球員 而且也真的幫到熱刺買到 最需要買的中場box to box球員 上一條關於熱刺的轉會策略影片當中 我都清楚說過 就是必須要買到box to box的球員 才算得上對證下約 大家都會記得熱刺的中場球員 包括迪亞、雲赫斯、施素高、雲耶馬 是怎樣在剛剛的這一季輪流受傷 再加上貴中、迪比利、轉會中超 搞到熱刺長期都不夠中場中球員使用 還常常都要為了遷就這個問題而被迫出的三中堅結構 搞到面對密集的時候老鼠拉龜 而且又常常都要艾力臣做防守中場的替攻 縮減了艾力臣去禁區頂的時間 局限了他創造能力的機會 表演創造能力的機會 而且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搞到艾力臣之前想離開熱刺 當時我聽到艾力臣說想離開的時候 我都真的很擔心熱刺的實力會大大受到削弱 以及擔心熱刺未必會找到合適的人選 去取代艾力臣做接班人 熱刺曾經是巴黎聖逸爾門的 德國半主角球員 迪斯娜作為大力臣的取代品 但是這個德國球員就說過 沒有打算離開巴黎 之後熱刺轉移視線 去到王家貝迪斯的盧斯素 這個阿根廷球員身上 誰知遇上王家貝迪斯獅子開大口 要熱刺給8800萬英鎊的委約金 接著就開始聽見熱刺說想收購 史布廷的葡萄牙進攻中場 班奴、費蘭迪斯大有受到曼聯的挑戰 熱刺曾經在尋找艾力臣接班人的過程當中 處處碰壁 幸好皇馬始終是專注於收購普巴 令到艾力臣離開熱刺的機會越來越小 最近沒什麼再聽說過傳聞 所以熱刺可以開始專注收購 他們需要收購的box to box球員 不用再找艾力臣接班人 如果可以買到box to box的話 可以釋放艾力臣打進攻中場 希望他會更開心 其實熱刺在這個轉會槍開始的時候 已經一早將尼當比例視為收購的主要目標 這裏都要稱讚主席列圍、董事局成員、技術總監 所有的職球員、教練以及總教練普士天奴 他們一早就已經取得內部的共識 知道熱刺極度需要box to box 是要立即買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他們一早就說了 喜歡尼當比利 也很快有傳聞說 熱刺和尼當比利扯上關係 而李昂的要求曾經去到八千萬歐元 熱刺曾經報價四千五百萬英鎊 遭到拒絕 最終以六千五百萬英鎊成交 熱刺都算是講到價 就不用說真的要完全滿足了李昂 去到七千五百萬英鎊的要求 我想能夠買便宜少少的主要原因 就是熱刺武壯健的競爭對手 其實本來我以為尼當比利 是會成為金國轉會槍的寵兒 我也曾經建議過王家馬得利要收購他 誰不知王馬正要抱包 而萬成的主要目標永遠都是落敵 那這個組人達斯就已經免費簽到兩個中場中球員 包括藍絲以及拉比奧特 巴黎方面也免費簽到西巴牙的匈里拉二 馬體會也免費簽到墨西哥的匈里拉 利物浦呢,利物浦是不用收購中場中球員救了人的啦 車路士是沒得買人,阿仙奴是沒錢買人 至於曼聯呢,就是不可以只是專注買一個高價的中場球員 他們要重組買多個位置的成員,所以分散投資 結果會收購尼當比利的球會呢,會沽住一宅的球會呢 就只有熱刺一隊,那也算是有點運氣啦 竟然買便宜了一點,如果是多一個競爭對手的話 價錢一定會更加高,不會只是6500萬英鎊的啦 不過,6500萬英鎊這個價錢呢 都已經是打破了熱刺他自己的轉會費紀錄 尼東比利已經成為了熱刺歷史上轉會費最高的球員 更高於第二位的中堅山齊市4200萬英鎊的紀錄 那6800萬英鎊這個價錢呢,也都是令到李昂賺了八倍啦 那當時李昂在17至18年球季呢 只是用了720萬英鎊把尼當比利買斷回來 那但是呢,就連續兩季的好表現呢,令到這個球員升價八倍啊 那曾經是少年時代,因為體重過重的原因呢 而令到他找不到球隊諾班的尼當比利呢 最近呢,是用到實力呢,表現呢,令到自己吐了羊眉的 那當時呢,他轉會去李昂的時候呢 就同樣是法國box to box的球員 然後到尼蘇呢,就剛剛轉會去拜仁慕尼克的 那由於呢,尼當比利呢,是加盟直接來取代這個呢 就是到尼蘇,那所以當時有很多李昂的球迷呢 就將他們兩個進行比較 那另外也都有很多球迷呢,是覺得尼當比利呢 是覺得尼當比利好似另外兩個非洲裔的法國球星 這個是簡迪以及馬基利利 那也都有人就曾經說過呢 覺得他好像這個艾辛 就是以前車路士的球員艾辛 也就是Keyman所說的主艾辛 那不過呢,我自己就覺得呢 尼當比利的進攻火力呢 都比以上提及過的所有球員更加全面的 那雖然呢,尼當比利的最大特色是box to box 上上落落,周圍壓迫 那但是他同時都是有派牌 以及這個保護皮球的能力 他的技術、技巧就肯定好過簡迪馬基利利利 以及主艾辛的 那而且呢,他呢,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可以做超級連結人 大波突破,推個波去禁區艇中間 再送致命的直線給前鋒呢 進行一個快攻反擊的 那這個尼當比利呢,在法甲的平均每場呢 都有1.9次的大波過人紀錄 那里昂的陣中呢,是無人能及的 也就是說呢,真正的進攻中場呢 這個隊長費基亞呢 那個呢,就是過人的數字呢 都是不夠他高的 那而這個助攻數字呢 尼當比利也都竟然是跟費基亞一樣 有七次那麼多 那而且呢,大家都會還記得呢 就是,里昂對著曼城的時候 尼當比利做過兩次超級連結人的 還有呢,就是那場全場的壓迫呢 非常之是有風彩的 那上季的歐聯比賽當中呢 但是呢,尼當比利入了兩球球 那他的進攻火力呢 就真的超出了一個公碑型球員的要求 他絕對呢,是可以令到熱誌 在快攻或者反擊的路程當中更加的厲害 所以呢,我自己就覺得呢 和他最相似的球員呢 其實是利物浦的基達 以及呢,就是曼聯的普巴 那他們三個呢,都是出色的反擊超級連結人 不過呢,我認為呢,尼當比利都未必有呢 就是基達和普巴的禁區頂停波能力的 尼當比利始終都是一個呢 就是正正式式的box-to-box 而不是呢,就是主公主角AMC 那而且呢,尼當比利也都是有一些弱點在樹的 那他呢,有時候呢 是會忘記了追回後上插入禁區的對手 即是說呢,遲些熱誌用他 來收縮防守區域的時候呢 主守的時候呢 尼當比利有機會會走漏眼 脫掉了對手 那這方面呢,是有點像曼聯的廢特 即是說呢,在防守的專注度上高呢 就是有待改善 那所以呢,雖然呢 進攻角度上,尼當比利和 簡迪、馬基里尼和主艾辛呢 都是強啊,但是呢 他的這個防守力呢 就是一定沒有 這個簡迪、馬基里尼和艾辛那樣好 那這個熱誌呢,在訓練的過程當中呢 需要提升尼當比利的防守專注力才行 那另外,尼當比利自己呢 都應該要提升一下呢 就是門前的把握力啊 那他入球能力呢,就應該是沒有基達和普巴那樣好的了 那而英超呢,裏邊呢 最全面的box to box球員 始終都是呢,就是萬成的比利時球員奇魂迪布來的 那不過呢,總括而言來說呢 尼當比利的級數呢 一定是高過熱誌自己的思數高 雲克斯以及雲爺馬的 那這個呢,就是熱誌今時今日的box to box實力呢 終於可以和萬成、利物浦、車路士相提並論了 那所以這個收購一定很幫到手 也都可以令到年多 又大多一歲的熱誌呢 呢,增加回活力度 那麼熱誌的球迷呢 終於都等到呢 球星級的球員呢 去加盟回他們了 那就再一次恭喜熱誌球迷了 那另外啦 其實呢 呢,熱誌早在兩天之前呢 就已經成功收購到呢 就是列斯聯的十九歲球員 克拉克,這個是進攻球員來的 不過呢,熱誌將會租借回克拉克呢 就是比這個列斯聯呢 吸收回多一季的經驗 那既然呢 熱誌下一季呢 不會用到克拉克 那我這一道也不會再花時間講講講他了 那我講完呢就是熱誌還有沒有呢 轉會的動作好過了 那熱誌呢 下一步是可以增加了呢 就是兩邊進攻點的球員的數量的 因為呢 除了敏達人 盧卡斯摩拉 和這個呢 就是拉美拿之外呢 就沒有第四個呢 就是邊路進攻點選擇 那對於一隊呢 就是打英超 又要打歐聯的球隊來講呢 就是不夠兩邊的進攻點選擇的了 不夠輪換的板凳深度 那所以呢 我當然呢 就建議他們買多一個呢 就是邊路進攻點 而且當然呢 我就會建議他們買亞即市的 施耶治啦 那只需要三千萬歐元呢 我今季呢 不停是幫施耶治做銷售 那如果呢 熱誌是有這個一億磅的 是轉會預算的話 其實一定買得起施耶治的 那我認為呢 就千萬不要呢 就是收購王家貝迪斯的盧斯數 因為看完這個美洲杯之後呢 就會知道這個球員其實那個級數是一般的 一定是不值這個呢 就是貝迪斯所 獅子開大口的八千萬英鎊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熱誌千萬不要做水語啦 那三千五百萬英鎊 還說得過啊 但是八千萬 真的想都不要想啦 那另外呢 熱誌呢 還在考慮著 會不會盡快放走他們的中堅球員 三十歲的比利時後防球員 艾特韋列特 因為呢 他就不續約的話呢 只剩一年合約的 如果今年放不到錢回來呢 那就免費轉會了 下年啦 那今年的7月25日之前呢 這個艾特韋列特的合約呢 就列明有一個呢 就是2500萬英鎊是違約金的 那就是你用這個錢呢 就可以今季呢 立即帶走他 那不過呢 由上季到今季來講呢 都是沒有球隊表明呢 有個很明顯的這個呢 就是興趣 那萬聯的全民呢 是彈花一現的而已 那如果呢 熱誌想盡快脫掉他的話呢 可能要想想一些其他辦法了 例如呢 就是主動向那些球會兜售一下 那最近呢 我就發現羅馬呢 就被這個拿玻璃 用偉約金 搶走他們希臘的中堅 文盧拉斯 那所以呢 羅馬就欠缺中堅了 那或者呢 是一個潛在買家 那熱誌呢 就是或者可以嘗試 跟羅馬接觸一下 就是看一下羅馬有否興趣 那來到這裡呢 大家也都記得 不要講興趣 不要只講興趣 一定要記得 要主動做 Click廣告彈廣告視窗 那還有呢 就播了有聲片 希望呢 可以呢 幫回小弟最近的收入呢 就咬回上去 多謝了 那另外呢 就是要這個呢 訂閱按鐘仔 或者呢 就是用25元呢 可以的話呢 用25元呢 就是資助一下每個月呢 小弟的這個專屬會員專區啦 那幫一幫呢 就是小弟有額外的收入 那這樣大家做完之後呢 就可以令到小弟有個專業 可以生活下去 還有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的 希望大家幫幫手啦 不要鬆懈啦 那手機和播片的下面 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那大家記得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呢 記得要關掉個檔廣告程式句 發現電腦片的裡面 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 也都有廣告 那記得呢 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呢 都會時不時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出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連結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會在廣告片的周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連會在廣告片的右翔角 那我們就是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